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今天这期节目的内容是比较密集的 我也是抽丝剥茧查了很多资料 是关于海航 海航集团是十分具有争议性的 富有传奇色彩的也是故事不断的 现在关于海航集团的最新的新闻是 海南省公安局发出通知集团董事长陈丰 首席执行官谭向东 因涉嫌违法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至于具体原因目前尚不明朗 你说像法广这样的媒体都尚不明朗 那么我今天我抽丝剥茧 看看我能不能说出个123来 咱们现在捋一捋海航集团是做什么的 把之前海航这个话题在网上没少热炒 你看海航创办人陈丰王健 王健已经死掉了 然后海航集团下面所涉及的那些产业公司就比较多了 有航空 有海运 有酒店 有旅游等等 我就不细说了 往细了说我也说不好 我刚刚我大致过了一遍 总之这是一家非常大的公司 但是这家公司好像是谁接受谁倒霉 去年就是一个王健之死 那咱们要不要稍微回顾一下王健之死 那是在2018年的时候 当时还是海航集团总统长的王健 在法国东部普罗旺斯参观一座老教堂时 从高处地面8米的一处围墙外堕落不至身亡 这是官方的报道 实质上它肯定不是自杀 我们所有人心里都知道 肯定是因为某种政治原因 或者说是一些公司股份问题 牵扯到太多人的利益 王健必须死 所以说这是关于王健之死 王健死了以后是一个陈锋上尉 陈锋我刚才我看了一下他的简历 他还是蛮富有传奇色彩的 这边找到了一个陈锋 他就是成功说服索罗斯 购入海航25%的股份 然后在随后的十多年 然后是屡战屡胜 一次次征服华尔街 和欧洲资本市场挑剔的眼光 帮助海航以极低的金融成本 度过一个个难关 这是陈锋 陈锋能够成为海航的扛把子 这也是说明他是有过人之处的 把索罗斯把华尔街给拉进来了 那么现在的海航发生了什么 看这个新闻 咱们把这些新闻一个个串起来看 马上思路就清晰了 海航集团重整老股东集体出局 这是9月20号 这是前几天的新闻 那时光是海航集团重整老股东 集体出局 在为旗下的核心资产航空运输主业 确定了战略投资方向之后 海航集团破产重整 似乎也开始逐渐明晰 最终的走向 海航重整后将拆为4个板块 独立运营 各自回归主业健康发展 有航空机场金融商业 各自由新的实控人股东带领前行 互相完全独立 以确保各板块之间回归主业健康发展 那么现在我们就看到了9月24号的新闻 是海航集团的陈峰跟谭向东 因涉嫌违法犯罪被抓 根据中央市今天的报道 称海航集团晚间透过官方微信账号 发表通告 海航董事长陈峰CEO谭向东 因为涉嫌这个违法犯罪限制行动 公告并强调海航集团其成员起义运转 稳定有序破产重组工作 依法顺利推进 生产经营不受任何影响 那么这样一说的话 这两件事就能够联系到一起了 跟破产重组 刚刚说了海航破产重组为4个板块 由4个就是大家各玩各的互相不干涉 那么作为董事长的陈峰 好像此时此刻你就没地方割了 你既然没地方割了 就是一个弃子了 弃子那么可能你就有问题了 既然你没有把海航做好 那么可能就要抓你了 那么有人会想为什么抓他 到底具体犯了什么事情 我相信这是很多人在去思考一个问题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要把目光投向另外一个人了 谁索罗斯 还记得索罗斯这一段时间不断的骂中国吗 我们也可以拿这个新闻来做一个参考 索罗斯 他说习近平已经将自己变成了独裁者 就看这一句话就可以了 包括那段时间索罗斯他炮轰中国炮轰习近平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他当时连续好几天都在骂中国 都在骂习近平 那很多人想为什么 原来那是索罗斯在中国的投资亏钱了 既然在中国的投资亏钱了 那肯定是要发飙的 肯定是要发火的 要知道当年是陈峰跑到了华尔街 说服了索罗斯以及华尔街的那一帮大佬 把他们的资金注入海航 但是海航这些年的发展看似庞大 实际很不健康 你看这是一个去年的旧文了 被乔治索罗斯带入局的这家公司 真的找海航索赔要赔款 因为海航集团下面 涉及到一个海运的业务 也是关于一个海运的公司 是一个印度的美籍金融家叫巴拉特 正在寻求从渤海租赁收回2500万美元的赔偿金 渤海租赁他也是属于海航集团的 那么这一位金融家巴拉特 他也是被索罗斯带入局的 线线大条跟海航产量关系 结果合作很不愉快 要找海航赔钱 那么这只是冰山一角了 这只是其中一个案例了 其他可能还有更多的 像其他的领域海航集团 能跟国外的各种各样的公司合伙 控股的太多了 刚才我查了一下百科跟很多家公司 合伙控股 一会是酒店 一会是旅游 一会是海运 一会是航空 一会是机场 这些东西可能我细说 我说不好咱们就只能说 你跟这么多海外金融机构 或者说是公司机构 各种各样的重组 并购也好 还是收购股权也好 但是你没有把海航给经营好 没有把海航给经营好的情况之下 那么这海外的投资方就很不开心 很不开心 包括在2018年王健死 有没有背后这华尔街大佬的影子在里面 他们有没有发话 我们投付了这么多钱 结果也没有给我们赚到钱 你王健你作为一个董事长 你没有回馈我们股东的利益 可能敲打一次两次三次 结果王健不吃这一套 然后就把他悄悄的给弄死 当然了官方的说法是王健自杀 但是在我看来王健那不可能是自杀 有这么多钱稍微一转隐性埋名 那过的日子也爽 怎么可能想办开自杀 王健死之后陈锋上位 陈锋上位他也救不了海航 海航也是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 所以说才出现了海航拆分为4个板块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是不是也有背后华尔街的影子 特别是最近的索罗斯 虽然说是在骂习近平 而真正他的意图是什么 我在中国的投资海航 老是让我亏钱 然后中国这边肯定要问 那怎么才能满足你大佬 你怎么样才能不生气 大哥这边索罗斯一说话 把陈锋给我搞下去 然后海航基调下面的板块公司 全部都拆分重组 独立运营好好赚钱好好工作 别一天这么搞那些没用的 搞那些乌鸡八糟的 我个人分析可能是因为 这背后华尔街的大佬 他们发表了生气了 然后中国的官方为了给你一个说法 我这边行 既然背后大佬说话了 把海航给拆了 把陈锋给抓了 包括谭晓东也给抓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所以说就出现了今天 现在这么一个局面 这也是我的一些个人的 一些浅薄的分析 你要是再回顾一下过去的新闻 对于海航 那可都是各种各样的一美之词 说什么获得了索罗斯的投资 然后涉及物流旅游房地产领域 2017年就有29名员工了 航大才12万名员工 那么海航就有29万员工 然后在全球收购什么 希尔顿酒店 德意志银行 2017年陈锋雄心勃勃想让海航 跻身于财富全球100群 海航的资产至少有1万亿元 这是之前 现在再看看海航 凡是在海航当家掌舵的王健 陈锋没有好下场 幸好是拆了 而如果说还是一个集团公司 谁做下一个董事长 我觉得没人敢做 谁保不准不是被抓 要么就是被自杀 那么现在我们看看中国的企业 海航出事了 那下一步是谁 恒大的许家印还能撑多久 下一个会不会是许家印 会不会是恒大 恒大我现在听说也是国家接盘了 要重组了 既然接盘重组的话 你把恒大搞的乱七八糟的 你许家印肯定逃脱不了责任 没准哪一天又爆出一个新闻 许家印被抓了 这个瓜很大 当然我今天的分析 我不敢保证完全准确 这只是我从逻辑上 我这么一个推理 如果说观众朋友们 你们有小道消息 也可以给我发邮件 咱们也可以做一些小道消息的节目 观众最喜欢看小道消息了 但是你报道小道消息一定要慎重 这期节目就先聊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或访问